今天做Focaccia 中文不知是什麼 Focaccia 你看到有些材料 有個磅和磅 平常做東西都不要磅到一磅磅 因為你們不是拍電視節目 就不用磅到一磅磅 洗東西很麻煩 一邊磅一邊做就行了 這裡有麵粉 麵粉不是很白的 有點黃黃的 麵粉有什麼特別呢 麵粉比較粗糙 麵粉的麥味比較重 我用這包 全部都是法文 你看到寫著T55 其實是法國麵粉的代號 代表了抗物質成分 詳細你們自己搜尋 有興趣就知道 總之用 啡啡的 不要太白 做這類麵包會比較適合 會比較好吃 有點蜜香味 麵粉有340克 這份量在影片下面的食譜有寫 你們想清楚自己看 鹽有7克 剛剛好 厲害 然後我用這隻 低糖衣士 低糖衣士 4克 還有我想說多一點點東西 跳一跳去雪櫃 跳一跳來雪櫃 好像失敗了 這樣 有什麼要說呢 那些椅子你開了 包了保鮮紙 再夾 然後我進去這個保鮮袋 然後再封住 放雪櫃 一開了就要這樣做 很多人用不了的原因 發不起來 都是因為沒有放雪櫃 一開了一定要放 不放一定不行 好繼續做 通常在液體材料 水 奶 油 還沒放之前 我會攪拌均勻 麵粉 椅子 鹽 乾的材料 粉類的 會先攪拌均勻 然後再加上 橄欖油 橄欖油是用最好的 初榨的橄欖油 越漂亮的就越好 17克 然後再加上 還有水 然後攪拌均勻就可以了 那我教大家 用這些很厲害的 用這些木筷子 用這些木筷子長一點 因為這個麵團比較濕 還有任何麵團濕的話都可以了 用木筷子攪拌 不用用手貼在一起 黏著麵粉 對 通常你攪拌到差不多 旁邊有些 黏著麵團 如果沒有就買一把 這些很有用的 把木筷子刮回去 不會黏到四處 然後繼續攪拌 攪拌到一塊 很醜的麵團 可以停一會 看到嗎 攪拌到這樣的東西 濕粒粒的 很黏的 黏的 這樣就可以停了 把木筷子攪拌 然後 等20分鐘 等著的同時就可以做了 配料 只有這個 這是蒜頭 原粒 我原粒 剝了皮 倒在鍋上 原粒 剝了皮 然後倒一些 初榨的橄欖油 也是要漂亮的橄欖油 最好找些越小的煲越好 如果真的沒有這麼小的煲也不要緊 因為油要蓋過蒜頭 所以就這樣斜斜地 這樣就蓋過了 斜斜地放 然後開小火 開小火很快 去到60-70度 你應該會看到有些細小的氣泡 撥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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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看到 大概60-70度 如果不差就沒有所謂 然後就可以關火了 然後把蓋蓋蓋好 勒兩小時 我沒有蓋子 所以隨便拿東西 記得就算蓋子蓋子都弄得了 因為這樣才會浸泥蒜頭 這樣才會煮 再蓋子蓋子 20分鐘後 它應該會有少許麵筋 最困難的部分就是拆 如果有機器的話就把它丟掉 如果沒有的話就跟我用手拆 這個麵團其實不難拆的 只是比較濕一點 但不用像Bagel 就是比較黏黏的 但不用像Bagel 要拆得很光滑 也是這樣 按緊一邊 折起來 在開始是很黏的 用這一個刮下去 然後不停拆搓就可以了 之前也有教過 拿著頭把它扒起來 折進去 接進去 然後轉90度 重複 拿起來 折進去 其實這樣可以插到 當然不同的方法 麵團可以插得不黏手就可以了 不需要很長時間 很快的 給大家看清楚是怎樣搭 現在我搭了5-6分鐘 其實它也不太像 這樣拿起來 整塊這樣拿起來 然後搭下去 然後搭下去之後 這裡 微微向上拉 這樣摺下去 這空氣就會包進去 然後再轉90度 重複 搭下去 摺 我大概搭了10多分鐘左右 一人二二 對 你們可能 沒那麼厲害 其實你看到已經不黏手了 但你看看 不黏手 然後就可以放進鍋子 倒少許橄欖油 在手上 還有少許在麵包上 這樣搭勻 底面也搭 用刮 它也會少一點 但很少 底面也搭勻 然後拿大一點的鍋 然後把麵包放進去 倒少許 少許 捉一捉 然後 麵包放進去 不用搓成鍋子 因為太軟了 搓不成鍋子 這樣放進去 放進鍋子後 就用保鮮紙包著 在室溫發一個小時 每20分鐘會做一次摺動動作 稍後會做給大家看 過了20分鐘後 你會看到它發大了一點點 打開了保鮮紙 然後就做這個摺動作 很簡單 你把它調轉 然後 這樣 把四邊 摺到中間 這樣拉長一點點 這樣攪拌 然後你轉一下鍋子 就自己 拉長一點點 這樣攪拌 好像摺皮 也不是很像摺皮 不知像什麼 這樣攪拌 這樣攪拌 這個底面 反過來 然後拿一張保鮮紙包著就可以了 每20分鐘做一次 總共做三次 即是20分鐘40分鐘 和1個小時 麵包就完成了 現在40分鐘 你看到 大了多少 每次都會大一點點 這個動作有什麼用途呢 你經常看到人家的面油麵包 就會用這個動作 有什麼用途呢 就令到 它的根性增強 即是摺多幾摺 它的根性就會 加強 你只要把四面 摺到中間就可以了 你看到這個快速版 即是把底部這樣攪拌 然後拉回 你看到有很多大氣泡 拉回光滑面 不過坦白說 那些面油 什麼面拆麵包 都是 不好吃的 大家不要做那些 跟我做 跟我做 怎樣都要拆一下 才好吃 拆一下才好吃 再蓋上它 再等20分鐘 好了 發了一個小時了 這次有一點不同的 但是很少不同而已 差一點 你拿塊板之類 把麵糰 反轉 你永遠記住 光滑面 摺的時候一定要向底 這個是不漂亮的面 就一定要向上 也是一樣 都是對摺的 但是摺之前 稍微拌一拌走 大氣泡 拌一拌走 也是這樣摺 一樣的 把四面摺到中間 摺到中間 這樣 這個就一個小時摺最下一次了 然後 拉回光滑面 再加一點油 因為鍋子太小了 我要放進冰箱 如果鍋子太小了 我轉到保鮮袋 怕它會黏 加一點 少少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 主要是讓它不黏 然後把保鮮袋 放進去 然後把蒜蒜煮了兩小時 我倒了一隻碗 包子 包了保鮮袋 這些東西都是早上一晚做的 早上一晚做完 然後把包子放進冰箱 這些也是包保鮮袋 然後 睡覺就可以了 第二天想什麼時候做什麼時候做 這個可以放兩天 先拿出來烤就可以了 這些東西放在冰箱幾個星期都沒所謂 還有給大家看一下這些東西的質地 這些東西其實不是 你們可能有時候聽到的油風蒜 它是軟軟軟的 它不是軟軟軟的 還硬的 純粹用來烤包的 油有蒜味的 你可以用來炒菜 或者這些蒜頭也用來炒菜 但是就這樣吃就不行 然後這個包保鮮紙 就可以兩個一起拿進冰箱 所以這個包其實是 分兩天做的 這樣會輕鬆很多 比你一次過做整個包好 冰箱超嫩 這裡有一塊我提早做定了 冷了十多個小時左右 我忘記了 總之我做完就 走了去睡覺 那場我只放蕃茄 然後 做好的蒜 這不就是 那些蓬黃鍋 所以我只是特別喜歡吃 對 很少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包是吃橄欖油 和包味 不要攪拌這麼多東西 欣賞這個包就是這麼吃 對 那我用的蘑菇切的刀 切到那麼薄 可以一顆 買一些好一點的 你可以整顆 就用一顆 開半輪 我覺得太濕了 鑊好像不熟 質感很奇怪 我喜歡這樣切薄一點 放在表面更漂亮 這些蒜頭就切到這麼小 你看到它還是硬的 生的 不可以就這樣吃 要煮過才可以吃 然後要準備些什麼呢 這些是我拿起了少許蒜油 然後呢 一樣份量的水 我忘記了 然後倒在一起 然後加少許鹽 這個我不知是意大利人這樣做的 他們說可以令到有油的位置 那個包 就 比較軟一點 即是有兩個質感 你稍後就知道了 這樣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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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 你看到攪拌到 它是乳化了 很稠的 這樣呢 稍後就淋上那個 Focaccia 好了 準備好東西就做好了 你看到我這個呢 因為它發完十幾個小時 就算搓完 它都會 撈光了 整個東西 那你在冰箱拿出來之後 攪拌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等它軟一點點 就可以開始做了 就不用什麼 要切 整形 除非你分兩份做 你看到很多的大氣泡 就對了 這裡有一個烤 你可以鋪牛油脂也可以 那我自己呢 都是用一些橄欖油 多一點點 就是 令它不黏 而且 如果用橄欖油也有些味 用手 搓勻它 那你不一定要用我一樣規格的攪拌 對了 其實 沒有說 你看到有人說 要什麼尺寸 什麼尺寸 你不一定跟足 你沒理由為了 可能做我這個包 你買我一模一樣 一個拌 好像正方形 那你就可以做厚一點 這些可能再小一點 這些攪拌小一點 那你就可以分兩份 那些鑄鐵鍋都可以做到的 外國呢 其實 有很多不同的形狀 不要說一定要跟什麼大小 什麼樣子 然後來 做得 你看到這個全部都是油 多一點點不怕 這個包就是吃油的 那直接把這邊 這個切開了 好嗎 你把這邊 搭上去 嘩 你看這些氣泡才好 那些氣泡 然後呢 一直拉開就可以了 那其實呢 外國那些 他們有些都拉不到角位的 不規則 對 都是照做的 你可能那個攪拌很大 你就做不規則 做薄一點 沒有所謂的 一樣做到的 那現在呢 我做到差不多了 如果你真的好想 有時候 你真的好想拉到角位 那麵團又縮起來 你就 等十幾分鐘 蓋住它 這樣呢 它就會鬆回 它就會被你拉到角位 那 你看到我都大概平均了 那你摸一下有沒有 這些位置不平均 那 就開始 切開了 就是用手指這樣切開 那有兩種做法 有些人呢 發酵完 進爐之前才切開 我就 我喜歡這樣切開了 這樣切開了 這樣切開了 然後呢 拿剛才的盒 水和油 加少許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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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把它拌一拌 因為它會 它是乳化 它會分離 那你就 先攪拌一下 然後呢 倒下去 可能用不完 你自己穿著看 然後再切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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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還是切開 這個 這個好玩喔 這樣 這樣 那它每個洞 這些洞洞洞 然後這些洞洞洞 都有點油 很棒 然後再灑一些香草 放上去吧 少許就可以了 Oregano 牛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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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用其他 但這些食材 就是它的表面 放些什麼 就是這些 真的個人喜歡 不過我自己覺得這樣 最棒 最棒 然後再加一些蒜頭 對 用一個位置 壓下去 對 壓下去 用一個位置 壓下去 壓下去 如果每個都放的話 太自在了 你這樣灑下去 然後壓下去 嘩 快到 那不一定用得完 對 你們自己喜歡 再放些番茄 好看 排整齊一點 這些番茄也是輕輕壓下去 否則焗完之後會彈起來 即是不會黏住 輕輕壓一下就可以了 最後再灑一些好的海鹽 然後就可以用濕布蓋著它 讓它發酵 發酵好之後 焗爐預熱210度 嘩 發酵完了 我的底部發到3倍大 其實2倍到3倍大 都可以的 時間不太久 因為天氣不一樣 有些人可能有發酵箱 也不一定 所以自己看大小 大小就最準 發酵完後 通常有些氣泡 周圍有些氣泡 想爆出來 一搖它 震一下震一下 我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這個今天20度 我發了3個小時 3倍大 焗得 因為你們可能有些不同大小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 先焗15分鐘 我再教大家怎麼看 15分鐘 你們看 其實已經有顏色了 不過 我這個大小還沒熟 如果小小一點 有機會熟了 其實金黃色就可以了 我等一下再教大家怎麼看 焗了25分鐘 你看到金黃色 給大家看看 其實你搖起底 看一看 看一看 就是少少顏色 啡啡的就可以了 好 出爐 好 所以我把麵包弄得到 加熱的時候 就是把它拿出來 然後放在架上面 放去 放在架上 放在裡面 放在裡面 放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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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盡量不要趕著做 盡量放進冰箱 這樣麵包會更好吃 剛剛說漏了 剛剛已經剩下的蒜油 如果想更好吃 不過有時候也會忘記 好像剛才我也忘記了 剛剛出爐後 就掃一下 剛剛出爐的時候掃一下 冷了掃也可以 不過會太油 剛剛出爐掃就剛剛好 然後掃一下蒜油 完美完美 今天不外出吃了 在床上吃 很棒 這個厚度差不多 現在的人越弄越厚 其實意大利的更薄 就像一塊餅 有這個一半 先試一口 先讓大家看看底部 剛剛看不清楚 底部差不多 敲下去焗焗焗焗焗的 對 空心的聲音 熟了 你看看 很漂亮 先試一塊 這排得這麼整齊 每一塊都切有番茄和蒜 最棒 先試一口 先試一口 哇 完美完美 你看 那些番茄少少 蒜頭少少 吃個包的味 意大利人 通常就這樣吃 還有他們會怎樣吃 那些火腿 什麼Cold Cut 什麼東西 芝士 這樣 我沒有那麼多東西 我沒有這些 CAMMAN BEAR 這些 法國那些 一餅的芝士 那他們是怎樣吃 他們一天把這些 切開一半 切開一半 當作三文字 當然他們是一餅的 大餅的 就當成這樣 這樣吃 嘩 很棒 其實這個包 嘩 吃一口 完美完美 這個包 真是超人 傻瓜 有什麼不明白 不問我 就這樣 拜拜